但是很容易做錯,只要有一個地方 那步驟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基本上1,你就是先插入一個路 從ABCD從A開始,所以IF IF什麼呢?這個儲存格裡面如果先從A大於等於80的話 那他就為True就是A,那反之就BCD,所以這邊優標放在這裡 然後前面再點一下IF 然後再來判斷B的部分大於等於70 那我為True的時候呢,那就是什麼,為B 這個稍等一個,如果他大於等於70的話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什麼,一幅,優標放這邊 那如果當這個大於等於60的話 那這個為C,反之就為D OK,那就是把那個成績做很多的劃分 那最後完成的公式在這上面 當然你也可以從頭到尾C打啦 不過理論上應該沒有這個簡單 按確定,OK,ABCD就完成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向下填滿 那就完成了我們的邏輯判斷,看得出來應該沒有錯 70分是B 80分是A,一時類推 像你們其中 評量的話也會只有ABCD 理論上如果說呢,你們做的 相對,比如你找的資料 盡量是 跟其他人不一樣的話 比如說有同學找到什麼桃園市政府的那個開放資料 可能也比較獨特的 不會跟別人說,或者說你不是用我之前 給的資料 來做練習的話,那相對的分數會比較高一些 好 那 如果你用我舊的資料 那再做一遍,那當然我不會給你太多的分 太高的分數 大概是這樣子 不過好像還有一個有一個同學就是那個 給我 他的期中報告放雲端,但是全線沒有打開 沒有我要允許 是否允許 那我就打不開,那可能那同學 待會我可能會 問一下 還是要把那個 不然我成績送出去 期中考沒有成績的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做完之後請各位也是這樣自行 在練習,如果把ABCD設定為不同的 什麼的規則,比如A A的話我給他什麼 應該是給他另外一個顏色 一樣嘛,如果當這個成績 所以如果你這邊可以 這個條件的話,那當然怎麼下 也許可以自己在商,ABCD給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 可以用什麼 剛用這個比較簡單,儲存格如果等於A的話 給A的話 印象中應該這個不用加前後雙尾桃 你這樣應該不用再加,直接就放個A就可以 如果等於A的話 A這個字 那就把格式 格式設定一個顏色 也許設定這個顏色 深藍色 看一下 A A就出來了 你可以設定新增規則 然後換不同顏色 反正你一樣練習一下 這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 ABCD 那待會的話呢,我們主要就是要再來講VBA部分 難度最高 因為 同學心得報告裡面也特別強調 函數可能比較簡單一點 遇到 VBA的城市 整個頭就很痛了 因為只要一個地方沒寫對的話 那城市就跑不出來 不過還好就大部分同學都很積極的 然後會 找 找幫忙 找幫助 也許 比如說最多同學會自己回頭看 我們之前錄的影片 然後呢,把那個影片再重新看過發現 原來 就某些地方寫說 或者說找 學長姐幫忙 那當然也是都好方法 主要就是解決問題 但做出來結果 大部分心得都是比較正面的 因為能夠得到 感覺自己有學到東西 OK 而且甚至會寫程式 應該我覺得相對 會有那麼一點點的成就感 好那再來的話 VBA部分怎麼做 首先我們待會需要做三個按鈕 那這三個按鈕的結果就是 這個 按下這個按鈕 這邊出現合格不合格 按下這個按鈕的話 這邊出現ABCD 再一個清除 那或者是說 按下這個按鈕之後 除了 把這個 資料丟過來之外 顏色也會順便變更 顏色變更 並不是用設定格式 而是說用VBA來完成 OK 輸出結果 並且加上格式 等於一氣呵成 什麼事都不用做 只要按個按鈕 那這邊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針對 ABCD 給不同的結果 也給不同顏色 然後做一個清除的動作 這個地方呢 要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著把這邊先完成 那待會 我們再 繼續來看 OK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 來看那個 VBA的部分 我們先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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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試著